小辫子 最近,小豆豆憧憬的东西有两个 一个是不久前运动会上的灯笼裤 一个是想编个三股的麻花辫 在电车上,每当看到大姐姐们的麻花辫时 小豆豆就下决心,我也要输个小辫子 那时候,大家都留着短短的铜花头 但小豆豆的头发是把一缕头发隆起横在旁边 用蝴蝶结记住,头发就长长的垂下来 妈妈喜欢这么打扮小豆豆 也因为小豆豆很想什么时候变成小辫子 所以,头发留得比较长 今天,妈妈终于给小豆豆编了一个麻花辫 用橡皮筋把辫梢记住 再系上一个细细的蝴蝶结 看上去像个高年级大姐姐的模样 可把小豆豆高兴坏了 她在镜子前面瞅来看去 直到确定好看得不得了 然后,赶紧跑到牧羊犬洛基那里去 很珍重地握住自己的小辫子给洛基看 洛基眨了两三下眼睛 小豆豆说 你的毛要是也能编成小辫子 那有多好啊 然后小豆豆就上学去了 因为想着,可不能弄坏小辫子 上车的时候,就尽量保持脑袋不动 心里还在暗暗地盼望 也许,电车上会有人说 哎呀,好漂亮的小辫子 可惜的是,没有一个人这么说 不过,到了学校以后 同班的美代、硕子、青木惠子 他们一起嚷了起来 哇,扎小辫子了 这已经让小豆豆心满意足了 他们几个还轻轻地摸了摸妈花辫 但是,男生却没有人说 哇,好像都没在意 不过,吃过午饭后 同班的大荣君突然大声说 哎,小豆豆的头发 好像和平时不一样 小豆豆非常高兴 终于也有男孩子发现小辫子了 所以,他得意地说 是啊,这是小辫子 可是,大荣君来到小豆豆面前 突然伸出两只手 抓住了小辫子 嘴里唱歌似的哼了起来 啊,今天很累了 正好抓住点什么 这比电车的吊环舒服多了 但小豆豆的悲剧还不止这些 大荣君是班里长得最大最胖的男孩子 看上去,似乎有瘦小的小豆豆两个大 大荣君一边说着好舒服 一边向后拉去 小豆豆撇起了一下 一屁股坐到了地上 好好的小辫子被说成是吊环 小豆豆伤心极了 再加上摔了一跤 他不由地哇地大哭起来 大荣君想把小豆豆拉起来 一边提着小辫子 开玩笑似地叫着 哎哟,哎哟 简直像运动会上的拔河那样 大荣君喊着耗子 把小豆豆往上提 在小豆豆看来 辫子是成熟女人的象征 所以看到扎了小辫子的小豆豆 也许大家会像对待成年女子那样说 不好意思 谁知道竟然 小豆豆呜呜地哭着 一口气跑到校长室 小豆豆一边抽气 一边敲了敲门 校长先生打开门 像平时那样弯下腰 让自己和小豆豆一样高 问,怎么了 小豆豆先检查一下小辫子 是不是还完好如初 然后说 大荣君拉着这个说 哎哟,哎哟 校长先生看看小豆豆 和小豆豆满是泪痕的脸正相反 细细短短的小辫子 活泼地跳来跳去 像在跳舞一样 先生让小豆豆坐到 自己对面的椅子上 自己也坐下 和平时一样 毫不在乎自己漏风的牙齿 笑嘻嘻地说 不要哭啊 你的辫子漂亮极了 小豆豆抬起泪水斑斑的脸 有点害羞地问 老师也喜欢小辫子吗 校长先生说 很好看啊 只这么一句话 小豆豆的眼泪就一下子停住了 小豆豆从椅子上跳下来 说 如果大荣君再这么挨腰地拉他 我也不会哭了 校长先生点点头 笑了起来 小豆豆也笑了 高兴地笑脸和小辫子相应成去 小豆豆鞠了一个躬 然后向运动场跑去 和大家一起玩了起来 玩着玩着 不知不觉的 小豆豆已经忘记了自己哭过的事 这时 却看见大荣君挠着脑袋 向小豆豆跑了过来 大荣君站到小豆豆面前 喘了口气 大声说 对不起 刚才我不该拉你的辫子 我被校长先生教训过了 他说 对女孩子要友好 一定要尊重女孩 爱护女孩 小豆豆有些吃惊 因为在这之前 他还从来没有听说过 对女孩要友好这样的话 只高气扬的总是男孩 小豆豆知道 有的人家有好多孩子 平时吃饭也好 吃点筋也好 都是先让男孩吃的 如果女孩说了什么话 那家的妈妈就会说 一个女孩家不要多嘴 可是 校长先生却对大荣君说 要尊重女孩 小豆豆真有些奇怪 但更多的是觉得高兴 这当然了 任何人得到别人的尊重 都会非常快乐的 这天发生的事情 对大荣君来说 也有一个很大的触动 要爱护女孩 要对他们友好 这是他永远不会忘记的回忆 为什么这么说呢 因为大荣君在八学园期间 被校长先生教训过的经历 无论是在这以前 还是在这之后 就仅仅这么一回 对大荣君在八学园期间 对大荣君的家庭上 对大荣君的家庭上 对大荣君的家庭上